中心电影院 继续拯救世界 各位老姐 我是主播森奇 我现在冒着圣明文献在给你们做直播 你看 好多人都被吃掉了 还不敢点上第666 你又给我撒起来 我脱飞来了 溜了溜了溜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第下十一楼的森奇 本期给大家吐槽一部丧尸电影 丧尸出龙 血脉 世界末日 丧尸出龙 人心惶惶 无所适从 女主组儿正看着路上的丧尸 无情地撕咬着路人甲 庆幸着自己有主角光环 先打电话叫了个外卖 然后再打电话给自己妈妈 叫她小心一点 记得收衣服关好窗户不要出门 最后看看路边的丧尸怎么咬人 你看这个丧尸吼 她冲进了一辆车里见人就咬 撕咬间番茄酱喷了一整块玻璃 然后她竟然擦起了玻璃 为什么她要擦玻璃 喂 记住你的身份好吗 你是这超凶的丧尸 不是雨摔啊 时间回到丧尸病毒还没爆发的四个小时前 在某医学中心 祖儿正跟着老师做着流感病毒的相关研究 下课后被老师要求去帮一个奇怪的人抽取血液样本 此人是个痴汉 对祖儿爱慕已久 然而祖儿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他只好掏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自信满满地掘起右手的袖子 手臂上刻着祖儿的名字 还顺便摸了祖儿的大腿 还好祖儿的朋友过来及时制止 之后祖儿跟着朋友一起去参加聚会 刚进门门一会儿就自告奋勇地要去停尸间 帮好友搬运啤酒 诶 医学院的学生都会将啤酒放进停尸间吗 是不是有空了还撸个串 祖儿刚准没把啤酒运送出去 停尸间的门却被打开了 这次进来的是刚才的痴汉 话没说两句就激动地扑到了祖儿 想要来个停尸间play 强暴祖儿 危急时刻 无可丧失 苏醒了过来 剑意勇为的他果断朝痴汉扑了上去 吓得祖儿慌忙逃跑 喂锁门啊 又不锁门 阿喜巴 他回到聚会现场 大吼着要大家赶紧离开 但大家都在状况外 此时已经变成丧失的老师 开始扑向聚会的人 聚会现场完全陷入慌乱 整座城市被丧失摧毁 祖儿成了场灾难中的幸存者之一 五年后的他在一个高原地堡的军事站工作 为了研制出病毒疫苗一直努力着 此时支线任务启动了 基地里 碧琪的女儿莉莉感染了病毒性肺炎 经过祖儿的诊断 他需要抗生素 如果不及时治疗 这病很快就会传染整个基地 祖儿决定去以前的大学里寻找药品 经过一番协商 理性的战长勉强同意了 并派了他的弟弟卷毛小帅哥带祖儿去 原来两人是情侣关系 休息了一晚大家终于出发 一行人有惊无险地抵达了支线目的地 医科大学 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大楼里前进 顺利地找到了放置药物的房间 连忙开展搬于货物行动 完事后大伙准备撤退 祖儿却开始作死 偷偷离队回到曾经待过的实验室 拿走自己的东西 在门缝里盯了祖儿好久的吃汗隆重登场 吓得祖儿朝他开了一枪欢望逃出 但不小心把昨天没洗的胖子掉在了现场 吃汗捡到胖子之后 闻了又闻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嗯 吃巧克力牛奶香酒香草咖喱鲤鱼蛋抽豆腐味的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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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儿的调声引起了丧尸们的注意 瞬间大楼里的丧尸喷涌而出 他成功做死了一名队友完成了任务 早上一行人顺利回到了基地 却没发现吃汗丧尸跟在车底 他真的大火不注意溜进了基地 爬进了通风管里 祖儿干净把抗生素拿给莉莉服用 终于控制住了病情 这些任务顺利完成 吃汗丧尸继续在管道里温相识女人 好不容易找到了熟悉的味道 却看到他跟小帅哥在热吻 他强行给自己戴了一顶绿帽 醋意大发 加快速度往前爬行 在管道里弄出了不小的东京 水管工马里奥受不了这噪音 拿着锤子爬进管道送了人头 马里奥的女友必起来找他 只见通风管是慢慢滴着鲜血 必起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打开管道口送了双杀 咬完人的吃汗终于找到了祖儿 祖儿转头狂跑 射手按下了激激的紧急报警按钮 但不幸的是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丧尸邪笑着慢慢的靠近他 一边还撸起自己右手的袖子 队友及时赶到开枪想怼使他 但是祖儿却坚持要留下他 他们把吃汗绑在实验室研究 站长极力反对这姑娘的傻逼行为 祖儿为了证明这个丧失 有人类意识 选择自己靠近吃汗 果不其然吃汗没有咬他 这才让站长同意留下这个丧尸 祖儿对吃汗的全身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发现他身上某些部位的器官还活着 并抱存着作为人类的技能 嗯 某些部位的器官 为了进一步研究 祖儿心甘情愿给吃汗舔了一脸的烤肉酱 顺利抽到血氧 夜晚小帅哥来实验室找祖儿 两人当着吃汗的面秀恩爱 原来祖儿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但是需要进一步跟活丧尸身上的血液进行对比 才能确认 小帅哥思索了一下就答应了陪祖儿做死 呃 所以恋爱中的男人之杀也为零吗 于是当晚他们就开始捕捉活丧尸的行动 每次引入一只丧尸 用枪打发之后再抽取病毒血氧 然而由于外边的丧尸数量太多 围墙被枪心撞开 大量的丧尸冲了进来 嘿哥 你是不是傻呀 却在救你一个人的挡门 我看着都心疼了 其他人站在旁边是在四处看风景吗 大户只能紧急撤退 隔壁一发到的队友被返倒 不知情的站长到实验室找祖儿 发现吃汗丧尸的右臂上刻着祖儿的名字 认为祖儿流活口是存了私心 此时 其他人惊险地撤回了堡垒 站长再一次责怪祖儿的卢望行为 还发现其中一名队员不幸被咬了手臂 站长处于保护整个基地的安全 直接一枪毙了他 这么祖儿又跟站长起了争执 小帅哥找他哥哥理论 站长把吃汗手臂上刻着祖儿名字的事 告诉了小帅哥 指控祖儿是在骗他们 不敢相信的小帅哥去质问祖儿 祖儿把过去那段差点被抢的经历 告诉了小帅哥 男友的质问让他很失望 两人不欢而散 好好好 你很可怜 死去的朋友就不可怜吗 你为他们伤心过吗 你没有 你只想着自己 队友来给祖儿松喝的 一时兴起靠近吃汗并挑衅他 结果一个不小心被吃汗掐住脖子 混乱中吃汗趁机偷了队友的手铐钥匙 一场混乱过后 祖儿好像发现了什么 干嘛 原来吃汗丧尸还会说话 祖儿灵光一闪 回到实验台上不断进行观察验证 终于找到了研究的突破点 第一时间通知了小帅哥 然而此时的吃汗早用钥匙解开了铁链 他掐住了祖儿的脖子 祖儿拿流汗破他成功逃脱并与小帅哥会合 但他依然定住小帅哥不要杀吃汗 为了研制出更多的疫苗 回到实验室的他们发现吃汗已经跑了 立马启动基地报警 至今暴引起厉厉的好奇 他跑出了房间 在走廊看到妈妈晃荡的身影 碧琴一转头狂吼 吓得丽丽转身就跑 被逼到墙角的他绝望的哭喊着 突然吃汗从背后把碧琴杀了 他劫走了丽丽 整个基地陷入了恐慌 战战只能极力安慰民众 召集队员去解决麻烦 索尔一路寻找 在基地门口找到了被吃汗挟持的丽丽 索尔只能放下枪 吃汗趁机抓住索尔打开了基地的大门 引进一堆丧尸 丽丽被一只丧尸追着跑出了基地 祖儿为了救丽丽追了出去 此时的基地已经乱了套 丧尸已经跑进了居民区 很多无辜群众牺牲 前线队员还在亲力着跑进来的丧尸 战战却要求把基地大门关上 小帅哥放心不下外边的祖儿 反对关门 就在两兄弟争执的时候 又有丧尸扑了进来 小帅哥成功侦头丧尸躲过一次 却来不及拯救哥哥 因为爱情 他作死了理智的哥哥 小帅哥依然不后悔地 打开了基地的大门 不小心被后面扑过了 丧尸咬伤了手臂 另一边祖儿追上了丽丽 他们躲进了一个闻市 痴汉穷追不舍 沿着祖儿的气味找了过来 他在一个台子上找到了祖儿的外套 拿起来又非常沉迷地闻着 躲在图里的祖儿 曾经用刀戳伤了痴汉 死了都要为 不变成痴汉不痛快 宇宙毁灭 虚海藏 说好的流活口研究疫苗呢 怎么弄到自己生死罐头 就忘了这事呢 女主你这个双镖狗 此时绝望的小帅哥坐在地上 拿着枪响自己 接地毁了 哥哥死了 队友们也全都挂了 自己也被咬了 简直太惨了 不过小帅哥有爱情啊 赶兰的祖儿把自己的研究发现 都用在小帅哥身上誓言 成功制止了病毒的感染变异 他通知所有人类 他已成功研制出 预防丧失私咬感染的疫苗 人类终于找到了生存的希望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看了 特别欺人的丧失电影 推荐大家去更新丧失出楼 里面的丧失小哥哥为了 就喜欢的女主 牺牲了自己 这他们要的才是爱情好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